陸軍搶灘 海軍巡防 還有空軍操演 這些都是國軍的不定期訓練 以及每天的工作排程 統統透過微電影方式呈現出來 讓一般民眾了解國軍的操演過程 其實這已經是國防部推出的第二支影片 精煉國軍 而上一支守護家園 則是從凌晨開始拍攝 由國軍的國防部 一天開始 看見陸海空三軍 防衛家園 弟兄們24小時原地上陣 新推出的精煉國軍 以各種角度拍攝各種兵種的 國軍操練過程 對比上一支影片守護家園 多了更多操練過程 從白天到晚上 搭配緊湊的剪接和音樂 凸顯出國軍守護家園 做的各種訓練有多重要 第一部影片是要告訴我們的觀眾就是 在任何的時間 任何的地點 都有國軍官兵在守護家園 那第二部影片的話呢 是透過一些畫面來告訴我們的觀眾 國軍是一支有訓練的部隊 他可以維護國家的安全 國防部去年底規劃製作三支影片 分別為守護家園 精煉國軍 以及榮耀軍裝 全部耗資約96萬台幣 第一支守護家園 已經有超過57萬次點擊 而第三支榮耀軍裝 預計在三月初推出 希望可以燃請民眾 從軍的熱血 在韓志欣卓威姿台中報導